想必您就是那位 能让人起死回生的乌衣宝 他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 看二位穿着 是城里来的富哥人家 怎会寻到我这儿来 经府上管家推荐 特意来请您 为我们二人医治 怎么会灵魂互换 我们的病 你真的能看好 两位若不信何必前来 你们一个女心男生 一个男心女生 无非是想把生理换回来罢了 阿罗姑娘果然名不虚传 这五百两银票就当做是定金 若是能将我们治好 事后我定当会再奉上五百两 这便我治不了 你们请回吧 阿罗大夫请留步 鹊头身 怎么会在你手里 这枚鹊头身 就当是我们的报答 此物确实可以帮助他快速恢复 这事 我可以答应收治你们 但是要遵守我的规矩 那是自然 一 未经我允许 不可以离开炼丹坊 二 不可大声喧哗 既然成心求医 这些规矩我们自然会守 我去备药 你们在此处等我 你到底要关我到什么时候 我说了 现在外面都是胀气 你这身体 出去便会中毒 既然这样 那为何你没事 我本是仙子 这些胀气自然不碍事 对了 我给这屋子设了晋升咒 外界听不到任何声音 所以 别给我打什么歪主意 赶紧把药喝了 你 吃点东西吧 不用了 阿罗交代过我要进食 要不然会影响药效的 那为什么我不用啊 也许是男女身体有些不同吧 我来 不用了 不用了 这药需熬至二十个时辰 要不然就前功尽弃了 嗯 你快去把窗打开啊 这是干什么呀 嗯 将自己血滴入对方碗中 喝下这副药 便可换回身体了 真的要喝 有点甜 这 *** 是 我 是 刘 是 是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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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云 小云 我们换回来了 没事吧